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看我們新手影片的第四集 直接看影片 Let's go 喔 這個車友 他是開X30 新車 蠻漂亮的 應該是401R 因為X30他那個發動會在 左邊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剛剛那個按鈕看起來像是 有沒有 還有聽這個 引擎的聲音 是X30的 不過我早就知道了啦 因為他有跟我說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車友他之前是有練KT100 然後最近就是 升級升到X30 然後他有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需不需要裝線流 我是覺得如果你中間有經過KT100 我覺得是不用裝線流 直接就全輸出了 好 去感受車子 我是建議車友就是 你可能 娛樂車出租車 開了一段時間覺得開得不錯 如果想進到KT100 或者是想進到125都可以 當然我也是蠻建議直接進入125 因為我的觀念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節省掉你中間的資源的花費 也就是直接到125 因為你KT100最後你還是會進到125去 因為畢竟那是單數比較高階的 一個過程 所以KT100也是單數沒有錯 但是因為他只有100CC 那如果到單數125的話 應該會在更多人可以跟你比較競技 那我覺得會進步的更快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是建議就是 娛樂車的車友要進級 就可以直接進級125 好 那這個進級125有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真的 體力真的沒辦法負荷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車子真的差太多的話 我就建議你裝線流 那或者是你有 可以試到KT100 你可能覺得你的身體 可能這個已經差不多 不太能復合 或是你車子沒有駕得很好的話 我也建議你可以在KT100 就是停留一段時間 OK 我比較不建議車友就是 可能一開始進入 就是卡丁車 你可能也沒經過娛樂車 什麼都沒有 你就直接DD2 直接KZ 因為那個車子都太 太暴力了 其實也不會很暴力啦 只是因為你不習慣 你的油門要很細 你的煞車要很細 懂嗎 像如果是像這個車友的話 我是覺得就不用了 因為他之前有經過KT100的訓練 對不對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車友 他開車的過程 那這個車友他是在 這個好像是深圳 殺井極速賽車場 你看我都背起來了 很多車友寄這個 賽車場的影片給我看 我也很想到這個賽車場去跑跑看 聽說這個單速在這裡跑 大概比賽的時候 好像會在40秒左右 那練車的話可能在41秒 然後這個車友啊 我覺得他有個好處 就是他的方向盤動的幅度比較小 你可以看他過那個1號彎 有沒有 你看 對吧 123這樣過去 他方向盤動都 微幅微幅的動 然後可能偶爾有點失誤啊 他剛剛就有點反彈 但是我覺得他的動作 其實做的 是很好的 因為他方向盤動的是 很小的 就是他沒有就是亂抽動 這個也是 我最近學開車 這一兩年學開車的經驗 以前我會覺得 哦對方向盤要動小動的小 方向盤要動的小 但是我實際上不知道要動的多小 或者是我已經覺得我自己動的很小 但實際上方向盤動的小 除了就是 因為大家很容易解讀字面上的意思 方向盤動的小就是 你每次切彎 你的手是很柔順的 動作是很smooth的 那 你的角度是很小的 然後 而且你在彎中不會有亂抽動的這個過程 大幅度亂抽動 可能就是微幅一點點 一點點這樣子 啊像這個車友 因為 之前 我有 指導過他KT100 那 我就覺得他就有把這個習慣帶到 125來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看過第一次開125 方向盤動的最小的一個車手 因為他方向盤真的動的很小 那我覺得 他只要在這個動的很小的情況下 因為 我有講過嘛 方向盤他就是 你在控制這台車的樞鈕 或者是主要的枝幹 那你把這個做好 你的剎車 你的油門就很容易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他的進步會很快 我蠻期待看他 下一部影片的 我覺得他進步會蠻快的 因為他方向盤他沒有亂動 所以他就會 慢慢越來越敢去 嘗試 OK 當然 各位車友可以注意看 他第一次開這個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油門會這樣下了又停 下了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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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實際上不太敢就是一直踩著 然後讓車子去滑動 拋出去到極限 那我覺得這個動作反而是好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動作 反而各位車友不要直接去開到就是 更快的車子就覺得 喔 我是車神 我應該駕馭得了 嗯 你試到極限應該是從極限的下緣 慢慢去接近極限 不要一下超過極限 因為一下超過極限 神仙也難救吧 對吧 所以就是 我會建議各位車友 你收了放 收了放 真的沒有關係 你 常常收了放 收了放 雖然 現在一開始他會一直破壞你的重心 然後你的車子一直在加油不加油 加油不加油 然後這個的過程 但是 之後你會慢慢的越來越趕下來 越來越趕下來 越來越去熟悉他出力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像他剛剛儀表板就顯示出45秒4 我覺得這裡第一次開算不錯 算不錯 然後重點就是 而且這個車友他有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蠻好的習慣 就是他的路線有把他走對 你一開始先把路線走對 走慢沒有關係 你走慢沒有關係 你先把路線走對 走順 那之後你在這個路線上 你就會去調整你的 煞車調整你的油門 那 如果你今天路線都還不固定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調整 我到底哪裡要煞車 因為你的路彎點都不一樣 你的煞車點也不一樣 或者是你進彎的路線也不一樣 那你出彎也是 你的路線不太一樣 你也不知道哪裡要下游 哪裡不下游 或是哪裡下多少游 這個都是一個 你要去仔細斟酌的過程 因為我們在賽車裡面 我們要學一個東西 我們要怎麼知道這些東西的差異 就是我們要先固定 一些變數 一些參數 然後不要急著去改變它 其實不用急著去改變它 你如果一下很急著 就是 我想一下要學起來 我覺得除非 你今天真的車感無敵好 然後你真的非常有天分 不然我覺得很少數人可以做到這樣 真的蠻少數人可以做到這樣 包括我現在看到一些很頂尖的車手 他們也都是很刻苦的練習 很認真的練習 一步一步修正走到今天 他也不是 橫空出世就非常厲害 我到目前為止 我也還沒看過 所以他本來就是經過一定的練習 本來就是必要的 而且我們要練習去跟挫折 磨難 互相抵立的那種感覺 好嗎 然後這個車友到後面 很明顯 那個體力好像有點 不支 那體力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常建議各位車友下去開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下到時間滿再下來 時間一到可以下你就下 下到時間滿再下來 下到人家揮琴再下來 不然一次比賽都 可能決賽都十七十八圈 好你看 為什麼我知道他體力不支 因為他的 錄影機應該是裝著安全帽 然後他 他在踩油門的時候 他的安全帽又往上開 我覺得這是滿正常的一個動作 因為本來脖子他本來就會 耗費很多力量 你本來就是不容易去撐住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也會推薦各位同學 去 不好意思教書教太多 各位車友去練拳擊的原因 因為拳擊也會練到脖子 好嗎 因為你在擺動啊在幹嘛啊 你也是會練到脖子 然後拳擊也會練到跳繩 對不對 也會練到手眼協調 腳步協調 所以我覺得對你很多運動的發展都是 很好的事情 像跳繩你的 小腿就要很有力 那你踩踏就要很乾淨 很快速 你的傳導就會很俐落 這個車友走的滿棒的 就是他出去真的都把車子放出去 而且他真的是把方向盤放正 然後把車子放到那外面去 他之後他一定會越來越敢開車 如果之後我再有他的影片 我再來拿出來跟各位車友 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的進步 會很快 因為他是在極限下面慢慢去 推進 而不是他先做到就是 他受不了他身體沒辦法感受 他就是也在push自己的極限 還有就是各位車友也可以看一下 他的秒數的差別 他可以開到 我記得這個最好是45秒2 那比較差會到46秒8 那你看這個中間秒差是1.6秒 實際上這個 range是有點太大的 有點太大 有些車友他會有一個 錯誤的以為 我只要可以做出 假設我今天 我只要可以做出 今天在這裡練車 人家41秒6 我也做出41秒6 我一樣厲害了 不一定 為什麼不一定呢 因為比賽講的是 10幾圈的一個平均圈數 而不是你剛好 在那一圈剛好跑出來 你沒有辦法維持那個圈數 你的落差是很大的 因為他不是只比一圈而已 像這個比賽叫爭先賽 他會有好多圈 他甚至要battle 那 他不是測試賽 跟那種WRC不一樣 就是你時間跑最快 那就確定是最快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要有一個 十幾圈你都保持在一個就是 很好的圈數 或甚至你在超車 或者甚至你在battle的時候 秒數都 不能掉太多那種 你不可以一battle 然後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失誤這樣子 或者是你一失誤 你就落後個一秒這樣子 那一秒要怎麼追 前面也都不是落著 你那個 又要把前面那一秒追回來 你可能追個點2點3 你可能都要5圈內 對吧 所以就是 平均的圈數是很重要 壓在一個圈數裡面是 很重要的 我反而會 希望一開始車友去的時候 你先把 就是車子 壓在極限內 然後慢慢去推演到極限 然後再來就是 體力一定要練起來 因為你體力好 你的感知才會好 你感知好 你才會感受越多東西 你學東西才會快 而且體力本來就是一個 任何運動一個競技的要素 因為 為什麼要拉到17、18圈 或者是拉到20圈 因為 你開個5、6圈 大家都沒感覺 大家體能都超級無敵好 對吧 那比賽就是要比說 大家在 體能 精神專注度的極限下 誰還有辦法 支持的更久 或者是維持的更好 這樣了解嗎 OK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囉 歡迎各位車友 如果有新手影片要寄來的話 歡迎大家 好嗎 老師來為你們講解 那就這樣囉 下次見 拜拜 拜拜